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他是问说 下列哪一个二次函数的最低点 在第二项线 我们看A选项 首先 这个函数的话 他首相系数大一点 所以他往口向上 他有最低点 最低点在哪里 是在3跟2 这一点的那个 这一题的最低点 在3跟2 这在第一项线 所以这不对 咱们看B选项 B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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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说Y 等于2 X加4 平方加上2 这个也是呢 往口向上 最低点在哪里 在X 是等于-4 那Y的话是2 这个在哪一项线呢 这个X走在那个 X座标是负的嘛 然后呢 正的 Y座标是正的 就 X座标是负的嘛 那Y座标是正的 在这一项线呢 这是第二项线 所以B选项是对的 咱们看呢 这个C选项 C选项 C选项它说Y 等于4 X平方加3 这也是往口呢 向上 对称走在X等于0 最高点的话 是在那个 就是0点 在3的这个地方 所以它的那个最低点 是在哪里 是那个03 最低点的话 是在03的地方 所以这是在Y轴上面 不是在第二项线 咱们看呢 低选项 低选项是Y等于2 X减3平方 减5 那这个 对称走在哪里呢 在X等于3的地方 3的地方 然后它往口向上 然后的话呢 最小值是护5 这是护5 所以图形是这样子 最低点在哪里 最低点在3 它这个护5的地方 所以这是在第四项线 在A点 是多少呢 3护5 在第四项线 不是在第二项线 所以第二项线的只有V 所以这一点应该要选V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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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